大家好,我是表叔,今天在车里给大家录这个节目,我正在这儿送小孩进这个健身房,我只能在车里等着,所以呢,给大家趁这个空闲录制一个视频,来聊一聊最近发生在我一位朋友身上的事情。 我的一位朋友的姐姐前天从中国飞过来,飞到了洛杉矶国际机场的时候,正在办理编检和入关的手续,这个就被邀请进入了小黑屋,当时呢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通常人家也不跟你讲是什么原因,进了小黑屋之后呢,就被要求交出手机和电脑这些电子器材,要给他们这个密码,他们要做这个检查, 然后就在他的这个手机的微信上,还有这个电脑上的文件啊,都在进行,也不知道他们想看什么,但是呢,这些相关人员就挨个儿的翻看,据说呢,也没有问特别多的问题,主要呢,就是来检查他的这个电子设备,而这位朋友的姐姐呢,她实际上过去一直都往返于中美两国之间,实的是多次往返的这种十年签证。 那么上一次来美国的时候呢,在美国待了五个月,实际上是可以待到六个月的,但是她待了五个月,因为她被邀进了小黑屋,而且长时间的没出来啊,所以我这位朋友呢,就感到非常的焦急, 她说,姐姐怎么搞的啊,这个已经下了飞机,为什么等了这么久,都出不来呢,没有见人影,而且呢,也无法联系,因为当你被邀进小黑屋以后,他们就切断了你和外界的任何联系, 你也不能打电话,给这个亲朋好友,你也不能够发微信,然后你也不能说去,我要我的律师来跟你们进行的交流啊,都不行, 等于是彻底的失联了,所以我这位朋友呢,她呢,就去找了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, 当然了,在总领馆的这个帮助之下呢,了解到,她姐姐进了小黑屋,到最后呢,在小黑屋,局员待了24个小时, 就被告知,说她不能入境,要在下一个航班,遣返,就是说,你入境,你得回国, 在同一个航班上,被迫离开美国的呢,还有一位留学生的妈妈, 那么还有一位是准备来美国工作的一位人士,这三个人,等于是,就不得不搭乘下一个回中国的航班, 离境了,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,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, 我也很好奇,我说起码你要给一个原因吧,是什么原因, 对不对,她不能够入境,而且这又不是第一次来美国, 而且过去人家经常来,都是按时来,然后就按时,基本上就回去了, 也没有想在这儿,要呆在这里不走啊什么的, 后来呢,就了解,这个编辑人员呢,她的说法是什么呢, 你上一次来,呆了五个月,时间太长了,但是人家呆了五个月, 也没有超时,因为她是可以呆六个月的, 所以这个说法呢,实际上是不合理的, 当然了,美国这个编辑人员呢,我估计她也不会告诉你, 她们为什么把你理解出境,不会告诉你这个真实原因的, 你也没有办法去申诉,你没有办法,你只能够离开, 那么她这个十年前证会不会被终止呢,应该还是不会的, 她虽然这次没能够入境,的确是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, 那么下一次呢,能不能顺利入境,这个呢,应该来说还是可以, 除非她吊销你的这个签证,但是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呢, 她会不会想下一次再这么尝试一下, 因为不管怎么样,你被禁止入境,然后被递解出境的时候呢, 她都会做有记录,在这个国土安全部的电脑系统里, 她是有这个记录的,下一次你入境,即使她让你入境的话, 你可能也会这种,有这种类似的盘问, 所以呢,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敢保证你能够顺利的入境, 所以就是说明了个什么问题呢,我跟我朋友在聊的时候就是说, 现在因为中美关系的紧张,这种事情其实不新鲜了, 因为前一段日子也有这种报道,就是说多位中国留学生, 好像还有包括一位博士生在这个杜洛斯国际机场, 入境的时候,也被关进了小黑屋,到最终都被这个要求离境了, 我这位朋友的姐姐呢,她呢是被关了24个小时, 时间相当的长,这个就跟那个上一次那位博士生一样, 也是被关了24个小时,你就这个搭乘下一个航班回中国了, 所以啊,就是说无论你是商务人士,还是留学人士, 拿到了签证,或者是你过去就有多次往返签证, 也不见得你下一次入美国的时候就能够顺利的进来, 如果没有这个身份,的确是非常的麻烦, 除非你有绿卡,那么进美国应该是不会有任何的问题, 所以呢,对于有条件的人,其实还是要办一张绿卡, 好,今天呢,就把这件事呢,分享给大家, 因为过去都是从新闻上听到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, 而这一次的确是发生在身边朋友的亲人身上, 的确觉得这个难以接受,没有什么原因, 对不对,然后也不告诉你,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把人家弄走了, 的确对当事人来讲,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, 也带来了非常的多的烦恼和不变, 好,今天呢,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, 咱们下次再见。